各位主內的兄弟姊妹,今天又很高興和大家分享 這段時間起事重重,上個星期我們慶祝天主聖三 再上個星期就是聖神降臨,今個星期我們慶祝耶穌聖體聖血節 聖三禁禮我們慶祝天主的內在關係,就是愛 父愛子,子愛父,他們愛的關係就是聖神 天主內在關係,愛的關係,純愛的關係,都有一種愛展出去 就是他用愛來創造人類 所以人也都以愛為他的標誌 所以人如果不懂得愛,他不像一個人 講到關於天主的愛的外子 莫過於他在這個聖體聖事當中 我們怎會想到天主愛我們愛得那麼厲害呢 讓我們去吃他的肉,喝他的血 當然,這個和十字架上的犧牲是分不開的 好像一個銀幣的兩邊 這個聖體聖事就是一面 第二面就是耶穌在十字架上流盡他的補血 來洗我們的罪 他的肉體受到極大的痛苦,來為我們代罪 所以整個聖體聖事 是天主愛情的外展 或者外勞 去到一個極點 是天主愛情的 今天都想跟大家分享一個 可能你們以前都聽過一個小故事 我覺得都很貼切的一個小故事 他說有一隻鷹 和一隻老虎 一早就出去搵食 一起就見到一隻兔子 所以大家就搶著去捉一隻兔子 同一時間大家就捉到了 本來只是想把兔子分開一半 撕開他一半 但覺得兔子太小了 撕開一半就是不夠吃的 於是就說 我才發現你應該給我 於是大家拗起來了 兩隻畜生 就去找個大師去評斷一下 大師見到 這隻兔子真的很可憐 在那裡烏煙 在那裡哭 於是大師就說 哎呀我們連吻一下這隻兔子 放過他 這兩隻畜生就說 你連吻兔子 誰連吻我們 我們整個早上沒有吃東西 對呀 那大師又微微點頭 又是對的 誰連吻你們呢 於是在旁邊有一塊尖的石 他就在自己的大腿那裡 就切了兩塊出來 一隻就給隻鷹 一隻就給隻老虎吃 那這兩隻畜生 很快就吃了 那吃了之後 很奇妙地 那個後果就是 他們兩個 就成為這個大師的左右護法 成為大師的一個很得力的徒 這個故事其實 一個很好的寓意在這裏 這個大師當然可以 表示耶穌基督 他就是把自己的肉 自己的血 給我們去吃 給我們去飲 為了能夠令到我們收成正果 所以耶穌他在這一個的 聖經那裏在《若望福音》第六章都提到 誰吃我的肉 會因我而生活 所以我們不要白白去吃 耶穌的肉就這樣 完了就算了 我們要因祂而生活 甚麼叫因祂而生活 以前都講過 聖德蘭修裡有一個很有名的說話 耶穌所有的事都為祢做 我們生活起居 我們跟人接觸 我們的工作 我們的讀書等等 我們會不會在開頭的時間有個思想 主 為祢做 為報答祢的大恩大德 為祢做 為耶穌做 一個很簡單的思想 其實 就已經將這件事提升 一件普通的 可能我們天天都會做很多次的事 經過這個思想 這個奉獻 這就變成一個祭品 就將這個彌撒聖祭這個祭憲 能夠完全表達出來 我們不單止祭憲基督給天父 亦都將我們自己一齊祭憲 如果這個時間 真是天父 是受到最大的光榮